这是6月22日 在特斯拉Robotaxi试运营首日 我们硅谷101视频和播客节目 在Austin的无人驾驶出资车内播放 我们的采访嘉宾 特斯拉前FSD工程师于振华 是为数不多的第一批 就拿到Robotaxi铁邀请的人 他之后在推特上说 我非常确信地告诉你们 Robotaxi就是特斯拉的下一个指数级增长点 特斯拉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在Austin这一个城市 向大家证明 它能够盈利挣钱引流 特斯拉的Robotaxi发布 无疑是马斯克实现无人驾驶出租车 承诺的里程碑时刻 但这并没有结束争议 从华尔街的角度来看 特斯拉的股价先大涨 之后几天又陷入了阴点 几乎完全吐出了全部涨幅 显示出多空的激烈博弈和分歧 但他现在这个点上 他还没有证明自己 我们今天来聊聊 特斯拉Robotaxi上路的第一周之后 外界的反应和分析 特斯拉这场Robotaxi的发布会 虽然规模很小 但确实万众瞩目的 为什么大家非常关注呢 就是因为现在特斯拉 1万亿美元的市值里 几乎6-70%都是靠市场 对Robotaxi的想象构成 而现在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奥斯汀的路上 我们终于能看到 这一愿景到底能不能实现了 几乎所有投资人 都在紧盯着这一刻 但另一方面 这一次马斯克尔 对Robotaxi的上线 非常谨慎和低调 完全不像他以前 大张旗鼓开发布会的样子 DEP只投入了10到20多辆车 并且只是定向邀请了一些 看好特斯拉的自媒体博主 或是投资人来体验 并不对大众开放 这就导致很多 关注Robotaxi的人 并不能第一时间去体验到 我们跟第一批 拿到特斯拉Robotaxi 体验资格的余振华 一起来聊聊他的体验感受 它是当时是 当地时间下午2点钟启动的 我只乘坐了4个Ride 特斯拉Robotaxi非常不显眼 因为这个车 就是和猫的歪一模一样 只不过就上面贴个sticker 可能比较显眼的是 你得认真看一下 这个驾驶位上没有人 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被发现 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真的是 你根本就感觉不到 这个车是一个 无人驾驶出租车 我们先来说说 这次Robotaxi的首发配置 这次的首发车队 确实没有多大 大概只有10到20辆Model Y 但这些Model Y 都没有经过特殊感装 真真正正就是 你我都在开的Model Y 这为未来大规模普及 奠定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不过目前Robotaxi 还没有对大众开放 能下载Robotaxi app的 都是一些定向受邀用户 这次Robotaxi的运营时间 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 收费是固定价格 无论远近都是4.2美元 当然这个收费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众所周知 42是马斯克特别喜欢的一个数字 而且这次是有地理围栏的 我们看到 现在Robotaxi的这个围栏 是比Waymo还要小一半的 它只是在核的南岸运行 同时这次在副驾驶上 还配备了一位安全监督员 它介入不了 自动驾驶的日常运行 但在特殊情况下 它能够紧急停车 比如这里 就是安全员的一次紧急介入 一辆UPS卡车在倒车停车 但Robotaxi似乎并没有识别出 这个倒车的行为 导致安全员赶紧按下了停车键 我觉得超出我预期的地方 就是它的运营时间 我没有想到它一上来 就是早上6点到半夜12点 这个其实是很长的运营时间 就是来证明 就是所谓城市节技术 在黑夜 光照不足条件下 运营不好 告诉你们 我依然可以在非常黑暗的黑夜环境下运营 还有一个就是它在安全员的设置上 也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熟悉Robotaxi业务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家Robotaxi运营阶段 一开始阶段都是有安全员的 因为这是行业惯例 以及监管需要 但是超过我预期的是 这个安全员居然不是在司机位上 这个安全员居然是在副驾驶位上 这个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所以我说这是体现特斯拉自信 当然也有余振华觉得不及预期的一些地方 比如测试范围较为受限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Giofans区域 我觉得是比我想象要小的 我想至少要到WIMO这样 跟它大概一样 但是我回来之后 我用APP 我看了一下 就是说 APP你离开那个Giofans区域 然后你去点 你去点一些你感兴趣的地方 你发现它其实暴露了一些 其实他们在内部测试 但是并没有现在上线的区域 比如说旧金山硅谷的一些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 奥斯汀的这个北边 和北边 然后奥斯汀的这个机场区域 其实他们都是在他们 在他们规划内的 我认为是规划内的测试的区域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会在未来的这个三个月半年 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扩展 在Giofans区域上面 另一个市场非常关注的地方 就是定价 我们知道 这次特斯拉是定了一个 4.2美元的象征性的收费 这个价格肯定形成不了利润 因为如果按照 德州的最低工资标准 7.25美元的时薪来计算 这笔钱都无法支付 副驾驶上坐着的 那个安全员的费用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 特斯拉无人驾驶的经济账呢 特斯拉的纯视觉 到底它在成本的优势上 能给特斯拉带来多少 带来多少的 这个Robert Taxi成本优势 大家一直在期待 Robert Taxi开程速度 我对此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点 就是我不在意 特斯拉的开程速度 我在意特斯拉 在奥斯丁这一个实验尝试 它什么时候能够快速的 扩展它的Giofans区域 和它的车队规模 然后尽快的降低它的成本 然后实现Cash Flow Positive 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家 Robert Taxi公司实现Cash正现金流 没有任何一家 Robert Taxi公司 特斯拉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Z Austin这一个城市 向大家证明 它能够盈利正现金流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稳妥了 这个事情就表明 你在一个城市证明了 它就能够负责到其他地方 我不希望特斯拉陷入 就是说和Waymo 去比城市数数 说我今天开了这个城市 我今天开了那个城市 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 因为你根本都不能够 在一个城市证明 你能够盈利 你在replicate什么 在特斯拉的故事中 竞争对手不只是Waymo 它的下一个要颠覆的 还有Uber 在过去几天的时长讨论中 乐观派会给你算这么一个账 特斯拉可以做到 比Uber更便宜 假设扣掉保险 维护和保养费 按一小时利润15美元 一天运营10个小时来计算的话 一辆成本5万美元的Model Y 不到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如果是成本3万的CyberCat 7个月就可以收回成本 当然这个算法 它肯定是太简单和太乐观了 不过退一万步说 如果特斯拉的RopeTaxi 能够做到比Uber更便宜 在哪怕一个城市 证明了商业模型的可行性 那就完全可以走出 与Waymo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 甚至蚕食Uber的市场 大家看到Waymo在旧金山 和Arizona是自己运营的 就是它自己用自己的Waymo的APP 但是它在奥斯汀 在包括新开的亚特兰大 它都是和Uber合作的 Uber找Waymo合作 我们就非常值得理解 对吧 就是Uber想要分散自己的风险 但是Waymo为什么愿意和Waymo合作 Waymo在新到一个城市 它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就是说它的车队数量太小 我们看到它在亚特兰大 它说它只有Adozen of car 在奥斯汀 我如果没记得的话 应该也是少于100辆 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车队规模的话 我想请问你 你愿意用它的APP去叫车吗 Waymo因为车队数量限制 需要去与Uber合作 但特斯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按照特斯拉的计划 如果车队成本足够低 那么就可以迅速扩展车辆 特别是在未来 如果能够直接激活那些 现存的搭载Hadwell4以上的车 那就可以让车队规模 呈现指数级的增长 所以有人说 如果特斯拉的Robotaxi 能够跑通的话 与Waymo的竞争 其实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不过特斯拉要想真正跑通Robotaxi 形成一个像Uber那样 上百万的全球车队规模 那还需要搭建很多生态 计算很多费用 比如Monsterly就设计过 一个非常细的测转模型 包括了八个项目 车辆折旧 清洁费用 维护 通行费用 保险费用 停车费 移动运营商的费用 能源费用 这些成本都是特斯拉需要面对的 当然特斯拉有一些手段 来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比如说信链 就可以用来节省 移动运营商的费用 FSD收费率低 从而降低保险费用 但要真正想跑通Robotaxi的 盈利模式 可能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而在最看好特斯拉的逻辑里 它要颠覆的是 现有的交通模式 比如说ARK的木头姐就认为 Robotaxi如果能够成功 那就不仅仅是颠覆打车市场 因为打车市场的time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而是整个交通行业 因为消费者可能就不需要 再去拥有私家车 而特斯拉的收入 也将彻底从靠卖车 变成卖里程 每个辆车每天跑几百公里 几十几百万辆车 积累起来 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这个逻辑 就是目前市场上 最看好特斯拉的逻辑 当然现在来看 这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从过去一周 特斯拉的股价反应来说 华尔街的投资人们 并没有被说服 最大的不确定性 依然是特斯拉Robotaxi的 安全系数是否足够好 能否达到真正L4级别 以及之后的监管 是否会成为最大的阻碍 但他现在这点 他还没有证明自己 那这个股价 立刻就飙升了 我觉得这个估值 往上移是有基础的 但现在我们就是卡在这 你只是通过这么一个 小的一个推出 在这么一个小的区域里面 你不能说你证明自己了 我觉得他还要 还要有更多更新 要有真真实实在在的 来证明自己 就像当年电动车的时候 你需要他真的能量产了 那就是他的moment 我觉得特斯拉的无人 Robotaxi 他也需要同样 类似的一个moment 真正意义上证明自己 这个Texas这个还不够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个事情 现在 在Robotaxi推出的 短短一周里 虽然没有大问题出现 但还是出现了不少瑕疵 比如说诊车异常摇晃 压线使用对向车道 无障碍情况下的误判杀停 多次违规 超速通过路口等等 这些小问题 就导致美国国家公路 交通安全管理局 开始介入监管 要求特斯拉提供更多的信息 来证明自己的安全性 特斯拉的股价也出现了震涨 几乎把刚发布时 上涨的8%都跌了回去 小问题肯定会有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其实就是我觉得 我反倒会觉得 这个倒还好 这个不是一个会让大家会担心 我觉得你真的是大面积铺开的 你早点遇到这种问题 然后赶快解决 其实不是个坏事情 在监管框架下 接管营养学 当然如果后面出现一个事故 我觉得这要是会影响的 如果FSD出现一个大的安全事故 我觉得这肯定是会影响它的股价也好 还是它的运营的拓展也好 但现在出现的这些 我个人认为都属于一些 可以理解上的技术上的瑕疵 然后在监管框架下 大家去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吧 马斯克说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是几个月后 就会上线一个更先进的模型 参数增加了4M5倍 更加优化了算法 也许会解决现在出现的很多瑕疵 同时在美国时间6月27号 马斯克又完成了 另一项里程碑式的事件 就是他在X上发帖说 团队比计划提前一天 完成了特斯拉Model Y的首次 全自动驾驶交付 从工厂到客户家 其中包括一段高速公路 全部由车辆自动驾驶 车内也没有监督员 也没有任何远程操控 是首次在公共高速公路上 实现全自动驾驶 不过也同样是在6月27号 马斯克曾经的左膀右臂 奥米德阿夫扎尔也离职了 他曾经是北美和欧洲的销售 和汽车制造业务负责人 特斯拉在汽车业务上 正在经历多年来 最严重的销售滑坡 竞争家具 车型老化 以及马斯克涉出正值 带来了一定的品牌受损 都让特斯拉又一次 处在背水战的境地 而走到今天 马斯克几乎已经把 整个特斯拉的未来 压在了Robot-Texi上 但Robot-Texi的未来 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Greg Arbott近日签署了 一项新法规 要求运营自动驾驶汽车 必须获得州许可证 与此同时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仍然在对特斯拉的 自动驾驶系统 进行多项调查 Waymo此前在奥斯汀 推出商业服务前 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测试 其中包括六个月 有安全驾驶员 和六个月没有 安全驾驶员的测试阶段 而不少分析也警告称 在构建支持 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 基础设施方面 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 而追赶或超越Waymo 并不像很多人 想象中断那么容易 愿景很美好 但现实可能很残酷 也许Waymo踩过的坑 经历过的监管压力 特斯拉也同样要经历一次 怎么说服监管者 怎么说服投资人 这些也许都还需要时间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